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说到这儿了 有人说他很委屈 我想问一下 您住着4亿台币的大房 先4亿8了 电费呀 吃喝呀 当时先电费过来 不用管了 您是觉得这种人委屈呢 还是像我妈妈 我爸爸 几年见不着她的孩子 连北京都不让回 他们俩谁委屈 我觉得可能是 我会委屈 对 因为我还得卖粉的使劲 对吧 咱们就最委屈了 所以啊 别断刷不要疼 对不对 因为你是在这个中间 有很多处 我不在中间 我觉得是在我爸妈这边 哪能在中间 以前 以前我是 一直是站在中间的 所以你觉得我 爸妈 几年看见孩子 而且她没有理由 不让孩子回北京吧 理由在哪 理由没完 你别问我 别问我 我从头到尾 没有起诉过他们 嗯 对吧 从头到尾没有 嗯 好不好 现在就是自己最委屈 你看她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现在在 排队总门口说 我就能在这说 对不对 真委屈 行 那我问你 那房子在八百多平米吧 那咱 住八十平米 那你怎么办 对 对 真的到 但是呢 我觉得您住得好好的 您就住着 嗯 是吧 差不多得了 你明白我第一是吧 是 没完没了的 就她这句话 她说她委屈了 我就要问问 她每天躺在那儿什么也不干 有吃有喝 桌大房子 吃吃公僚 她委屈吗 对不对 咱们还有加油呢 别人少委屈点 把拉本拍起来 哈哈哈哈